即使在这或者我有一天哪怕离开 我也要跟一个人做到第一个实事求是 第二个坦诚相对 因为收入和发展是一方面 但我的人品和我的口碑更重要 我不能为了一点钱之后 我这个人被人看不起 划不来 读书人毛病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是能公开跟你老师说的 他也尊重 然后呢 我真想挣钱去啥地方 那我每天就得破着嗓子喊 然后用一些刺激的音乐 或者巧妙的这个语言 鼓励大家疯狂下单 那我就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呀 就不能我要挣得多 无非我就得给人家买得多 我让你买得多之后 你消费主义 你们花了很多的钱 确实 那最后我一个人最后的收益 带来的是很多人生活的 这个不方便不快乐 不正常 不健康 是不符合我的所受的教育 这也不符合我爸妈 给我的家庭的教育 不对 他一定中一个肚子 我相信 太多人就被反射了 好 就这一点呢 上了今天的热搜榜一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 大家闲得难受 闲得 还是小编们 实在是 没什么可说的了 是吧 或者有可说的 也没办法说 就说这些个闲得淡得的吧 这里到底有什么深意呢 我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思想家 我也一事半事的揣摩不透 那个着急的事不多了吗 那北京那个 地铁出了那个事 而且最新的消息 北京地铁有一个 电梯好像都下线了 那都怎么回事 当然一个评论也不准有 就说他家这点 闲得淡得的事 我对他们 不是很了解 余敏洪在这些个老板里面 我还算是比较敬佩的 算是 确实是有点理想主义 那个东西在他身上 那现在我就不管这些个了 有人说呢 说这个余敏洪 他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呢 他没想到 这是这个哥们 这个哥们看起来 像玩儿小 一个瘦气包 就没想到 这个哥们可以带来 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大家都知道了 新东方因为 这个不让办学了 快倒闭了 是吧 然后就是搞直播 一下就又行了 股价又上来了 厉害了 然后现在出现的矛盾呢 等于就是纷争 就是余敏洪 手下的这些个领导 就是等于他的直接领导 以及他的配合者 等于他领导的人 小编不等于是他领导的人 就产生了矛盾 就是他个人收入太高了 但是有消息说呀 说领导他的那个 就是开会对他发难的 那个CEO啊 比他工资还高 说是 等于现在呢 就是这个一群人 就因为这个 等于嫌这个家伙的工资高 收入高吧 这个有点闹意见嘛 这个余敏洪 这里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 估不过来了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 也跟我 我觉得我就是 没有办法太共情 或者 这个有什么 这个好这个 关注的 是吧 这不是正常吗 你生意做生意 正常不讨价还价吗 他先高了就博弈 其实要有工会就追好了 当然他这个太大牌了 工会可能也不行了 经纪人嘛 经纪人跟你谈嘛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最有力的是 让他老婆出来 做他的经纪人 实在不好谈了 哭一哭 事就好说多了 然后这个话说过头 大家也都包包涵子 把他老婆推出来 做他的经纪人 这么值钱了 说他是很值钱 现在 但是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点异化 我们这里 说别的地方 不可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像这种经济模式 漂亮过就没有 我就 我觉得要从另外一个 视角来看 在哪里也看不到 比如说我去沈阳 我去这个洛阳 都看到那些个下岗的 也不知道 是他们拿着 优卧的退休金 那些个家伙 穿着一样的制服 还举着 以前那个老长旗 晨跑 我的天哪 黑呀呀的 一对一对 一对一对的 就是他特别喜欢 这种群体活动 盲重 乌合之重 就看直播嘛 买东西嘛 就乌合之重嘛 容易产生这个现象 另外他不容易产生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主播带货的话 他负有了 无限的连带责任 这个在有的地方 没有人敢这样 给商品背书的 我给你商品背书完了 你们厂家 你们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你们一拍屁股 倒闭也算了 我这要连带负 无限责任呢 这个我 哪担得起这个风险 所以说 因为这两种 基础条件 在别的地方 不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但是这里就有了 我看到有些个文章 我只是这个 一扫而过了 就写的呢 说这些个人 谁都没想到 这个王二小 王小二 你看这个 真的看起来 就是像瘦气包 没想到他创造这么大的财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一个人写了一个 长篇大论 就是他写了他们内部的问题 就是他们这个忠诚啊 说都太混乱了 哎呦 他那个文章写的很长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找出来给大家读一下啊 就内部爆料 他们新东方都混乱 然后就说什么呢 说余敏红好 啊 皇上没毛病 全是下面的奸臣 把这个公司弄坏了 你信 我信你个鬼 你太幼稚了 啊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啊 这个 没有那样的事 啊 当然这个余敏红 还算是我们这里 比较 呃 比较这个 有理想主义的一个 现 现代型的了 啊 一个领导者了 其实还是 脱离不了那种 公斗的本色 企业里公斗太严重 那个家伙写了那些个东西 就是这么多吧 好 我说一下 我做这个视频的重点 就是我 我怎么理解职场的道德 啊 我怎么理解我们做生意的道德 啊 这个道德的利用啊 它在家庭 它在社会 它在竞技场 在菜市场 在寺庙 在教堂 都有不同的表现逻辑的 啊 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呃 在做生意 啊 在菜市场 这个道德的逻辑是什么呢 啊 这个道德逻辑就是我们当没有这个时间啊 进行这个道德叙述的时候 你这个商品 它背后 它隐含着有道德的含义 比如说我 一个大品牌啊 我这个赚钱了 我对社会呢 有很多 不但纳税啊 给我的员工待遇是最好 我还有很多隐性的 或者这个 明目张胆的啊 敲锣打鼓的慈善 干这个事 那它就是隐性的这个商品 带有善的意思 啊 呃 如果没有这么大大牌 我们做生意 啊 比如买白菜 卖白菜 最好就不要搞这个了 因为你买白菜 卖白菜 在谈道德成本不够 啊 大娘 你白菜 卖多少钱一斤 卖一块钱一斤 我是个佛教徒 你是个佛教徒吗 啊 我也是个佛教徒 哎呀 佛教里面分 啊 所谓的这个 啊 这个慈悲派 所谓的 呃 启治派 您哪一派 我启治派 哎呦 咱俩可是一派的 嘿 你这个白菜 一块钱一斤 那你卖的太便宜了 我给你一百块钱 是吧 你一百块钱一斤 啊 或者我给你千块钱 你把这根白菜给我拿走 没有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事 大家说他神经病 是吧 这个不就菜市场里谈道德吗 因为他交易时间 他交易这个东西 他不够这个成本的 啊 你去买白菜 是吧 这个 对方也不会来问你 啊 你是什么 你是这个信仰 你是无神论者 还是有神论者 啊 我有神论者呀 啊 你信仰哪个神 啊 哎 我信仰 啊 黄大仙 哎呦 我也信仰黄大仙 白菜 不要钱了 你拿走 没有这样的事 啊 这个不是讲 讲道德 最典型的了吗 道德吗 我们都从信仰 这边 都善 怎么看待善恶 怎么看待生命 啊 怎么看待神灵 这些个事 都已经到得最高点了 他不够这个时间的 这个成本不够啊 是吧 没有时间的 你买白菜也好 你卖白菜也好 你讨论这些个问题 对方都急了 啊 但是价值高了 就不一样 是吧 比方说这个 我给刘强东 这个送快递 是吧 我这个时候 我们就谈道德了 是吧 然后我说 刘强东 你这个赚这么多钱 啊 然后我给你服务这么多年 从打江山那开始 我就给你服务 是吧 现在外面送快递 一个月三千 你这个给得给我五千 要不然的话 我会说你缺德的 是吧 啊 这个刘强东就说 哎呀 那样的话 啊 这个 还真是 是吧 人得有人情味吗 啊 人得讲感情吗 人得兄弟吗 刘强东最喜欢称兄道弟了 咱都是好兄弟 也不容易中多年风雨 行了 我给你六千吧 啊 我觉得这样 才对 是吧 哎呦 你说要反过来啊 说我给他送快递 说刘强东啊 你是最伟大的人 啊 你这简直就是太阳 是吧 我给你个打工 我还要工资啊 是吧 我给你打工 我看到你 我就振奋 我看到你就饱了 我都不用花钱 啊 我还对你感恩戴德 啊 这个道德就要不得 啊 那么这个东宇辉 和这个于老板 在谈的时候 这个道德 是出于什么样的状态 我不清楚 啊 他们表面是这样说 他们另外 私下里又在进行了 什么东西 也不清楚 是吧 如果这个家伙 呃 于敏红还是老板嘛 是吧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小哥叫什么 叫董雨晖啊 你还是个公仔嘛 是吧 你 你不管怎么说 这个道德 应该想办法挂到 这个于敏红身上去 是吧 不要自己背着这个东西 哎呦 我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 我还是个读书人了 是吧 读书人就不能要钱呢 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国人 这个道德运用 就很混乱 是吧 你该要的钱得要啊 什么叫该要的 什么叫不该要的呢 那又没办法分 就要要要 是吧 你要了以后 你可以送给我啊 送给我这样的穷人 那你不就有道德了吗 你跟老板谈道德 你还谈自己的道德 你明显的不就受舒服吗 那自己压迫自己吗 啊 希望这个于敏红 不要欺负老实人吧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做生意就是 啊 就是这个 相互博弈 既然你自己 自认为自己有道德了 老板当然就 嗯嗯嗯 不错 表扬你 啊 还得给你送一个大红花 是吧 你是劳动模范 是吧 你连工资都不要塞好了 劳动模范吗 是吧 工会最害怕的 就是劳动模范了 谢谢大家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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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